台鐵公司化以後 待遇有沒有提高 有沒有辦法吸引人才到我們台鐵來 這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台鐵 是雙軌制 我們選擇在救軌 就智慧人員的話 他是有這個規定 他這個要提高的話 並不容易但是我們新招的 這個從業人員 他如果來公司裡面 他夠努力績效好的話 他的年薪是有機會 來超過同等 職位的這個留任人員 但是看起來 薪資水準還是偏低 比如說跟高鐵這種 這種比較 有錢的公司比 你看高鐵平均薪資是八萬九 快九萬台鐵才 四萬九 那以薪資的中位數 大概都差不多高鐵的 五成多一點 其中有些特殊人員的薪資更低 台鐵的勞安和醫護人員 你看 我們對勞安醫護人員 因為那個有專業 你看要求很高 你必須要有 要有雙證照等等 而且吃飯還要自己 還要自己 自己付錢 那結果起薪才多少 那兩萬五千多 你比那個 我看隨便比一個人力銀行上面 應徵的 所謂平均業界標準都低很多 你知道當然找不到人 台鐵在公司化後 第一次招考 赤長你知道考多少人嗎 考936人 結果錄取了756 錄取率大概只有80% 其他大概都沒有人來 然後報道率又再扣個5% 那一年後的離職率 大概也有10幾% 台鐵在補齊也欠人 像那個台東段的電機人員 要招募7人 只有一個來報名 照理講錄取率百分之百嘛 對不對 你來報名考的都比不上 要準備要應徵的 結果那個人資格不符 那也沒辦法 也只好不錄取 整體這個薪資結構不改變的話 我看台鐵喔 你現在公司化以後 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重點 希望我們交通部以後 希望交通部能夠讓台鐵的公司化 有實質的意義啦 好不好 這樣再不會顧問員工也好 還有社會對你的期待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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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貺